主打半一声声音响 双方上场的比赛正式打响 防守一方 广众纳队呢 是一条横线排开 奥斯卡这一球干起来 落点找得非常的精准啊 转移到左路 自己往里突 边路传统 好的 杨丽宇 左边路这条传统质量非常高 准确地绕过了上场队的中后背 黄沛文换左脚 球转移过来 冯小婷 结果是冯小婷啊 用外脚背 送了一条外旋的斜船给他进区中央 就是恒大一个问题就是当塔利斯卡也好或者说这个政治不在场这个转移的问题是一个大问题 哦 看着走 哇 张卫 这一道低射很有力 二我们看 这一次的反击 首先是得益于胡尔克在中拳湖附近漂亮的斜船过得赢 随后在进区里面一对一面对张林鹏 想等奥斯卡上来 奥斯卡上来有点慢 对 对 又到了奥斯卡脚下 自己打 刚走到一半队友球丢了 C身后 华尔克大军区里面 缓过什么呀 主台盘声音响 盼了刘电于 刘电座 刘电座 刘电座的这个进区内的犯规 回放 先看一下曼灵头回放 奥斯卡的传递 胡尔克快速的前插 然后呢 右脚想扣过对方的守卫园 刘电座 感觉刘电座的右脚 好像还先铲到点球 再看一下 不是 是吧 不是 让两边球员都有些迷惘 他这动作像是制球 还是在这个位置上制球争 坠球 一路动作做到底 投球坐回来 外围全顶 有力的一脚低射 已经动作慢了 球到远端 李学鹏不让球出界 再穿过来 穿中给他在几里面 漂亮 点球点的位置 保利尼奥先挤住人 胸部停球以后 上岗队防守球员反应都慢了 眼睁睁看着保利尼奥 非常连贯地做第二步 半凌空 左脚扫射 受阻的情况之下呢 打长船卡二点 其实第一波这个球权的获得呢 就是杨立渝做给保利尼奥 先拿到那下射门的 之后一直连续进攻 才有了这次进区里面的第二次拿球 二我们看 对位防守的28号贺冠 在那一瞬间脚底打滑 再想起身已经来不及了 只能是眼睁睁看着身前 不到两米距离 保利尼奥停完球以后 自己调整 近距离 左脚半凌空的扫射 都进球 对 那是同一波的进攻 华尔克 一个人过两个 还想再过 而布朗宁手上有一个推扫的动作 奥斯卡任一球开起来 自己攻门 榴点座注意力是高度集中了 两个队交换场地 下半场比赛 打响 华尔克大军局里面 扣着非常漂亮 扫的扫门前 哎 艾尔克森门前的扫射没打上劲儿 钥匙珠 李绝峰左脚起 哎呦这个投球啊 华尔克森门前的扫射没打上劲儿 这次奥斯卡还是很迅速的调整出来 我们再看一下 就这下调整过来之后我们看 黄伯文玩命上前进行一个封堵 是绕身前 最后这下呢正好蹭在他脚尖上 是 是 是换杨丽鱼 中一号点上去 看看谁来法 结果是华尔克 没有用他最擅长的正脚背发力的进射 对方身上踢 嗯 这越位越位了 越位 好来 结果 保利尼奥没越位 啊 最后 最后进完球以后助理台湾举了 保利尼奥 好的 李绝鹏 送到门前后点包丑 二比零 二比零 还是保利尼奥 哎 艾尔呢 着急了 体力也不行 后场防守体系已经混乱了 被拆解了 前面 让的这个潜点这一下呢 还是比较聪明 而且这个球呢 经过折向反弹之后呢 实际上也不在 刚刚上场的 恒大球员的控制范围之内 保利尼奥运气也不错 正好推了算是一个空中串当球 是 这样呢 保利尼奥啊 在个人 对垒上海上岗的 历年的比赛当中 这已经是有五球紧张 与此同时呢 主裁判马日齐 明哨 结束了全场比赛 客场作战 广州恒大淘宝 凭借着 保利尼奥的 进球 二比零 在客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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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好